Jep 首先一個題外號 發現好像佩批是正目前最 popular 的 對 名字佩批用這都是 應該會十秒 好 我們是 我們在做一個公民參與的一個網站 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我路上推出了一個 陽春的一個貝拉班 那叫生平方 就是WeSquare 那我們其實一樣願體驗出的時候 Mobile Internet 是能夠把接下來社會上大家的水平 再參與裡 做一個不一樣的演化和改變的 那我們的方式是呢 我們正常會說 我們是想要用一個平台 那最終達到的結果是 大家全民有更直接的民眾 大部分的民眾 有直接的那種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那當然它必須是一個 讓公共事務變得更透明 我們平台本身是中立的 不偏向任何的那種立場這樣子 那方式是只用問答跟投票 就是不管一般的人都只能過來問 不是直接他們自己的意見 那只有群者相關的單位可以做偉大 就是我們設定的裡面的別類別 那投票就是一般的人 用投票量化自己的意見 OK 那我們在Beta版的這張春版 我們就遇到說 其實那個整個社會公益也是蠻複雜的 那User Experience已經不夠好 那最近我們開始跟消機會 還有會不過的健保署 有兩個一個合作案的機會 那他們也都願意進來這個社群裡面 積極的跟這個社群裡面的互動 所以我們就也想說 必須要讓我們對於Sexperience 進化到下一步 那接下來 Jerf會把我們這個問題 再講得詳細一點 好 你好我是Jerf 那這是我們的其中一檔的畫面 就是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的議題頁 那你發現就是議題 然後下面有很多問題 那這是實際上 我們在我們平台上 有使用者去問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第二頁就是我們的問與答 那下面其實就是一些政府 基本或什麼所謂的抉擇人士的回答 那上面就是上面您看到的 其中一個問題的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實際問題就是說 我們發現我們這樣做起來 我們的這個平台性 它的互動不夠 就是所謂問的人跟答員的互動 沒有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議題的連貫性 所以你一般使用者上去卡這議題的時候 其實會不下財 因為可能這樣有二三十個問題 但是我的連結跟連貫性沒有感覺 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 所要想的就是 徵求能夠UX達人 能在一個 在設計的使用環境下 像一般民眾在上調這個平台的時候 可以用一種邏輯思考跟連結性 來了解這議題現在的討論狀況 這樣子大概是這樣 謝謝 欸 九點平台是open source 或者是 嗯 我們現在目前平台 不是open source OK 好 有打算 我也有管 OK OK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並不是在技術上 因為我們是比較在 社群的部分 好 那有興趣大家可以 那 下位是LY LY下位是IN